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家庭力成长的孩子大到惊小甚微 敏感多疑 渴望爱而又不敢爱 但万启文却是个例外 在万启文18岁那年 父母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 两人大吵一架之后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婚 父母让万启文自己选择跟谁一起生活 没想到他做出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决定 他谁都不选 当时的万启文已经开始兼职做模特了 本来非常有机会报名参加港节比赛 但是因为港节比赛的报名表 必须要有选手父母的签字 他只好作罢 父母离婚 给万启文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他勉强读完中学 就开始出来打工了 没想到腿长的人就是比别人走得快一些 1989年 毕业之后的万启文 在香港的一家婚纱店打工 当时婚纱店的老板看万启文腿长 就让他站门口负责接待工作 没想到万启文还没站几天 他就等来了伯乐 当时的香港有三大选美比赛 港节 亚节 环球小节 单单 以万启文的身材来说 参加其中任何一个比赛都是很有可能获奖的 但是这些比赛报名时都需要父母签字 有一天 亚式举办亚洲小节比赛的形象顾问 名模刘娟娟 带着一众家里们到万启文上班的这家婚纱店挑选礼服 刘娟娟一看 门口子们有一双大长腿处那 赶紧叫家里们在门口等着 他当伯乐去了 通过交谈 刘娟娟简单了解了一下万启文的情况 当即决定让他加入到比赛队伍中来 有趣的是 万启文同意参加比赛的理由 让人哭笑不得 这一季的亚节需要去希腊拍摄外景 他从来没出过国 也没坐过飞机 只是想借此出去旅游一下 有星灾花花不开 无星插流 六成英 整个比赛万启文靠着他一双美腿在征服了评委的同时 也征服了观众 当年温红拿下了冠军 赵静怡拿下了季军 吴永威获得了最上镜小姐 而万启文在拿下亚军的同时 更是被封为香港第一美腿 这在亚节 港节 环球小姐的历史上 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存在 比赛结束后 万启文加盟了亚士 同年 便以第二主角的身份参加了电视剧《死集大佬》 到了90年代 亚士跟TVB的竞争愈发激烈 TVB组成四大花旦 亚士将万启文和关永和 吴永威 温红四人也组成四大花旦 在这个背景下 万启文演艺事业进入了快车道 其再来月亮 胜者为王 大提琴 雨点 三八等 影视剧中开始担刚起了女主角 这时 万启文的爱情也来了 1991年 在拍摄《大提琴雨点三八》的时候 万启文认识了吕宋贤 吕宋贤毕业于香港演艺学院 俊浪的外表不俗的演技被陈自强看中 毕业后 陈自强成了他的经纪人 吕宋贤可谓出道计巅峰 凭借处女座拳网 获得金像奖 最佳新人奖 提名 更是被誉为香港的牧村拓栽 吕宋贤与万启文在剧中 一个是富有正义感的督察 一个是帮会之女 两人最终冲破阻碍走到了一起 吕宋贤与万启文也是凭借该剧获得了极高的知名度 谁也不会注意到该剧一个叫陈十三的龙套演员 对万启文心生爱慕 但是两人身份上巨大的悬殊 让陈十三只能把这份爱深深地埋在心底 尤其是当万启文与吕宋贤的感情 从戏里走到戏外的时候 陈十三感觉蓝天都是灰色的 为了能缩小身份上的差距 他放弃了做龙套演员 终而进入编剧的行列 任谁也想不到九年后 陈十三将万启文娶回了家 万启文跟吕宋贤在一起后 陆续合作了多部影视剧 让两人成为亚式最知名的情侣搭档 而此时在幕后一个叫陈十三的编剧 几乎参与了万启文所有影视剧的制作 万启文与吕宋贤过了热联季之后 两人的感情开始出现问题 最终在1994年两人分道扬镳 同年吕宋贤与麦景廷相恋 并且在经过十四年的爱情长跑后 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当吕宋贤与麦景廷亲亲我我的时候 1995年万启文在金武门中认识了真子丹 在剧中万启文饰演《五天有美》 他将剧中对陈真的感情转到了真子丹身上 万启文与真子丹的感情非常的坎坷 也颇具非议 真子丹在1993年惊人街上认识了做广告设计的梁敬慈 五个月后两人结婚了 婚后夫唱妇随 两人恩爱有加 他们的爱情得到了很多亲朋好友的祝福 然而仅仅一年后 梁敬慈就让律师办了分局手续 真子丹对外声称两人性格不合分手 不想此时梁敬慈怀孕了 并且最终将孩子生了下来 时间来到1995年 当真子丹与万启文公布恋情的时候 很多人质疑正是因为万启文的存在 导致了真子丹家庭破裂 毕竟金武门拍摄时间在1994年 在时间上太过吻合 因此在两人的恋情中 万启文背负了很大的压力 其次两人的身份悬殊 一个是当红影星 一个是年近30 欲不得志的小演员 门不当 户不对 因此万启文的朋友都劝他不要 陷得太深 真子丹只不过是冲着万启文的名气 跟外貌 并非是真正的爱他 但是万启文还是专注的 陷入了恋爱之中 尤其是在1995年的亚式台庆上 真子丹抱着尖花 担心跪地地向万启文求婚 一副非万启文不去的样子 让万启文深受感动 当着众人的面 说出今生非真子丹不嫁 当时两人的恋情感动了很多人 而真子丹也曾一怒为喉言 两人外出的时候遇到事情 为了保护万启文 真子丹一人打八个 上演了英雄救美的戏马 虽然两人的感情受到舆论的非议 但是万启文此时是个幸福的小女生 张爱玲说 爱情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总会有终结 真子丹与万启文在一起后 自导自演了战狼传说 结果不尽人意 此后就陷入了消沉 事业上不顺心的真子丹 回家后经常因为小事 跟万启文发生争吵 万启文刚开始非常体谅真子丹 但是真子丹一些决绝 伤人的话让万启文很难受 而真子丹认为万启文有些刁蛮任性 最终真子丹决定回美国发展 两人的恋情最终无疾而终 后来万启文对这样评价他与真子丹的分手 我们分手是因为性格不合 他一直在内地工作 而我在香港有问题也没法解决 想念对方也总是见不到 这是矛盾所在 也是我们的问题所在 不是不喜欢对方 而是真的有缘无分 然而真子丹在国外遇到了第二任妻子汪诗诗 汪诗诗比真子丹小18岁 两人相识三个月便结婚了 汪诗诗年轻漂亮 家庭背景深厚 出身于珠宝世家 是多伦多华裔小姐三料冠军 是真正的白富美 两人结婚后 真子丹也是常年在外 但两人的感情依旧很好 可见性格不合 是个好词 所有的感情破裂都可以用它当借口 在离开真子丹后 万启文的演艺生涯迎来了高峰 2000年万启文与尹田赵主演的 《我与僵尸有个约会》 获得轰动性的效果 万启文饰演的马晓琳 《外冷内人》 加上无敌的大长腿 全分无数 在《我和僵尸有个约会2》的庆功宴上 9年前那个龙套演员陈十三 终于有了与万启文同台的机会 此时陈十三已经是传奇编剧 而且还是亚式的副创作经理 陈十三见证了万启文 9年里的感情变化 在与万启文聊天的时候 两人觉得似乎已经认识了很多年 在他们认识的第7天 陈十三对万启文说 结婚吧 万启文说 好 如今万启文与陈十三结婚20周年 二人恩爱如初 没有出现任何绯闻 欲争吵 这在娱乐圈中实属罕见 有记者曾问过万启文 为什么不要孩子 对此陈十三解释到 他在拍戏的过程中 受过大大小小说不清的伤 有一次肋骨都折断了 差点插紧肝脏 而这次伤情也是引发坐骨神经痛 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35岁以后就是高龄产夫了 我不想他冒这个风险 由此可见 万启文成为丁克 并不是他不喜欢孩子 而是丈夫陈十三的宠爱不忍心 他冒闲 虽然婚后没有孩子 但是陈十三收养了许多小动物 陪伴万启文 这也令万启文的生活 逍遥自在 不受约束 如今万启文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 已经处于半隐退状态 我们也只能在社交账号上碰运气 不过有一个如此宠爱他的老公 万启文的幸福生活 一定会继续下去 毕竟脸上的笑容可以作假 但幸福的眼眸和42寸大长腿 不会撒谎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敬在大罪余悸 敬请关注哦